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还是很结实的 是不是一点也不比常见的水泥大坝差吗 不仅如此 橡胶坝的造价低廉 施工期较短 维修管理起来也比较方便 所以橡胶坝的发展速度也就非常之快了 据悉 我国平均每年都有300座新的橡胶坝 投入使用 今天提到的小布东橡胶坝 全长1135米 由16段组成 每段70米 在2006年就入选第四届吉尼斯世界记录 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橡胶坝 在它的上游拦续了1.6万亩 景观水面形成的一蒙湖 与橡胶坝连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并被水利部评为首批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视频看到这里 你有没有想要行动呢 去领略一下人为创作 与大自然结合的雄伟壮观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